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邓李晃 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对台湾历史与文化的研究 首先让我简单介绍一下 我来自越南的西宁省 西宁省是越南有名的旅游圣地 地于越南的东南部 我的家有四口人,包括我的父母亲,我弟弟和我 我来台湾已经四年了 现在在台湾的南部福音科系大学 就读健康美容系三年级 现在我开始分享我的研究报告 我的这支影片的主题是 台湾的人行为 透过这次研究 我观察到台湾的人行为分为几个特点 第一,校园的人行为 第二,传统市场的人行为 第三,借头陌生人的人行为 第四,台湾人的爱心 接着我要跟大家报告我的研究方式 首先,谈到有关台湾校园的人行为 刚来台湾时,大家都很关心我 老师们担心我不是阴心的环境 所以安排一位台湾的同学当我的学伴 遇到上课听不懂的时候 台湾的同学都会跟我解决,让我了解 上课时,台湾的同学也会愿意跟着我一组 鼓励我说出自己的想法 再来,说到传统市场的人行为 述到台湾时 不习惯台湾食物的口味 所以很常去市场买菜回家自己煮饭 有一次,老板知道我是留学生 就跟我留了好久 之后还送我很多蔬菜和水果 后来去市场 只要遇到那位老板 他都会很大声的呼唤我过去 而且还送我蔬菜 慢慢来全市场的摊笑都认识我了 每次去买菜 他们都会亲切跟我打招呼 还给我很多优惠 还叫我如何碰调 看到他们那么热情 我感到满满的温暖 再来是街头陌生人的人行为 记得还有很多次遇到陌生人 他们会主动对我握出援手 让我感到非常过心 比如说 早餐店的阿姨都会记得我常点什么食物 冬天时还提醒我 说要喝温的饮料 早上服务员也会主动的问我需不需要帮忙 并且帮我解决我的困难 最后是台湾人的爱心 我发现台湾人的爱心不仅仅表现在寺庙 而是到处都有 比如说很多餐厅 早餐店 饮料店 都会指放供德项 客人可以捐赠小领钱 当作供德 那些领钱老板会拿来帮助雄人 或是流浪帽狗 我的学校福音科系大学 也有学生组织的自共团队 大家轮流照顾学校的狗狗 回馈狗狗帮我们照顾校园 安全的辛苦 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研究结论 装作这部短片的东西是 我在台湾生活了四年 虽然也会遇到不好的人 但是留在我心中 只有台湾人满满的人行为 记得这部短片的分享 我希望能说出 我心底对台湾的感动 与感谢 分享给朋友们了解 台湾的人行为 就是一个非常值得 您倾城来体验的国家 非常感谢您惯常我的影片 欢迎给我鼓励 别忘了帮我按赞和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